彭董的看法的纪念我不太认同 今两个月公布的市容数据 都没有达到预期的规模 所以我认为 国内经济还挫抢于收缩 另外 彭董似乎 低估了国家对于 海外资产接管的决心 我们可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验 永远不会缺能力和手段 我觉得这位先生的观点 有些前后矛盾 彭董 既然他对我们国家的能力 和手段这么有信心 那为什么在经济形式上面 却看得这么悲观呢 而且从今年上半年开始 我们已经证明了 在很多人看来不能做到的 甚至有难度的 我们都可以做到 这种言论有点为时过早吧 彭董 不好意思啊 让您见相了 说得挺好 请问怎么称呼 陶俊辉 你就是陶律师啊 常听小庆提及你 今天咱俩众名见面了 救药 这位先生怎么称呼啊 我 原来你在这儿啊 唐总 你好 他这杨华是我先生 我是陈柯的律师 我叫秦施 你好 你好 来 唐总 我敬你一杯 好 幸会啊 好 那你拿去认识 我 我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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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总 其实这次我们来呢 是想跟蓝总聊一下 跟成理会的合作 我们老庞 时间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了 抱歉 我得过去设计一句套话 适配了啊 蓝总 记得我吗 我是成理会的琴师 咱们之前见过 哦 秦律师 哎呀 不好意思 你今天真漂亮 我差点没认出来 也会和老金说他们忙 所以我就没给他们发邀请函 你是怎么知道 我们有这个活动的 你认识新美公关的吴总 算是认识 不好意思 我还有其他的客户要招呼 我给你引荐一个同行 拿去啊 我去带你站台 至于对付钱男友 你自己来吧 要么你就跟我一起走 哎 陈老师 小涛律师 不好意思 怎么了 蓝总 小涛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 秦师 秦律师 你们认识 我们是校友 我比他大两件 那更好了 秦律师 小涛律师今天一个人来的 他跟新美公关的吴总 关系特别好 你们都是律师 你帮我好好招呼他 你一下 好 那你们聊 一会儿见啊 好 喝杯吧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杨先生 刚才他的观点 虽然有些前后矛盾 但是口才很凌烈啊 也是律师吧 老公 我好饿 我们去吃饭吧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晚上好 我是 洛威玉兰的代表 庞定方 在我发言之前 我先 占用各位宝贵的时间 看一段影片 这段影片 记录了我们 玉兰基金 和洛威玉兰发起的 光明星活动 虽然 只有短短的 跟这种家庭的孩子结婚 我不同意啊 小男生 从你早告诉我的 我早就不会同意了 谈了七年恋爱 你这不浪费七年时间吗 什么叫浪费七年时间啊 我跟秦氏结婚 不跟他家结婚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也不行 秦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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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连个招呼都不打 就这样走掉了 好 好 你干什么 小冬 你干什么 这男的厕所 你干什么 你 你 苏内 这也不送你给我叫人了 为什么要撒谎 你怎么会有西美公关的要求啊 你认识他们公司谁 你要再不说话的话 我就要让你从这儿滚蛋 我认识的那姓王 做不做功课 西美公关市场部就没有姓王的 还有 参加这次的慈善晚会 接近庞董和兰总什么目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凭什么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啊 你跟益栏机关什么关系啊 你也是为了你起家协会的法务竞争啊 你猜 那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因为法务合同已经在我们律所了 拿去 其实 老师 你为了一个没有实际效益的法务合同 你看看你在这儿干吗呢 演戏呢 你觉得不觉得你自己现在像小丑一样 你当年的壮志雄心打去了 我觉得我在见到你的时候 你应该是法务界的顶流啊 怎么现在混得这么低呢 废话说完了吗 没呢 你记住 你跌倒了 失败了 那个最高兴的人就是我 你怎么这么高兴的人